台股在放了两天台风价之后呢 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 因为美股在这期间暴跌 也导致台股早盘狂泻千点 台股开盘跳空狂杀 全职电子股全面遭到空袭 开盘2206点下跌665点后 随后只过两分钟 紧急下挫近千点 中场跌幅稍微收敛 以22119点做收 灌破季限 也等于下挫752点 创下史上第二大单日跌点 仅次于今年4月19号的774点 而台积电周五开盘915元 跳水64块 微盘下跌55元收在924元 光台积电一档就拖累大盘约449点 该趁势减便宜吗 各类股都惨 就是因为美国Alphabet和特斯拉 财报都不如预期 周三美股 纳斯达克和标普500 双双创下2022年以来 单日最大跌幅 台积电ADR也连跌两天 上半年涨6400点 接近已经跌了修正的接近四成 我认为修正的幅度已经是差不多 所以如果再跌的话 融资大量停损 卖压出来之后 也会酝酿一波强力的一个反弹 欧洲股市25号也跌多涨少 亚洲股市日经持续下跌 原因和日元升值有关 其余几乎收红 知识分析师认为美国科技股 才刚开始反映AI泡沫化 目前看来跌势还会持续 TVBS新闻网站张慧仙 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